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5月3日习近平给美国发起一份 被修改的所谓一片红的 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修改稿之后啊 所以说历史就发生了突变 从5月3日到今天5月23日 其实不过才20天的时间 这20天呢 可是呢 中美关系啊 就发生了一个叫做天差地别 黄络格式的变化 川普啊被习近平这个毁业 可以说激怒之后 他叫做下狠手连出重拳 打的习近平是喘不过气的 今天呢 川普又打出了新的一拳 就是美国政府对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 实施制裁 制裁的理由呢 就是这些实体和个人 违反了有关伊朗朝鲜叙利亚 这些不扩散的一些法案 虽然说这样的制裁 他打击力度不像封杀华为公司那么大 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但这对于习近平的面子的打击 确实很大 因为习近平号称 他是让中国强起来的一个硬汉领导人啊 那么现在美国对13个中国的实体和个人 实施制裁 北京呢 不但不敢搞一个什么对等的报复 就是我们也来制裁美国几个人 或者几个实体 甚至呢 他连发一个抗议的声明都不敢 这样呢 当然是让习近平的面上 非常的不好看了 另外呢 美国的一家公司啊 就指控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徐志军 他参与了盗窃他们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的 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 他就向法院提出了一个诉讼 虽然这个诉讼啊 是美国民间的行为 并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 但是对于华为公司来说 他们公司的副董事长被指控啊 参与有这个盗窃 是知识产权的丑闻呢 那肯定会让他们的名声受到很大的打击 现在呢 习近平已经把他自己和全中国叫做捆绑起来 就是中国哪出了什么丑闻 就会看成是习近平的丑闻 在这方面呢 美国川普总统那就豁达多了嘛 你想美国波音公司出了什么丑闻 没有人会把波音公司的丑闻看成是川普的丑闻 可是中国这个华为公司出什么丑闻 人们就会把这个华为公司啊 他的丑闻看成就是习近平的丑闻 因为习近平他要领导中国的一切嘛 东南西北中都要在他的领导之下 那么这样一来 中国的一切问题习近平都要负责 中国的一切丑闻都是他的份 那从5月3日到23日 这20天以来 川普呢除了在经济科技政治方面打击习近平之外 在军事方面他也没有放过 因为就在这20天的时间内 美国军舰是三次进入了 中国的敏感地区 第一次是5月6日 有两艘美国的导弹驱逐舰 就驶入了中国在南海 宣称具有主权的两个岛礁 就是南薰礁和赤瓜礁 进入了这两个岛礁的 12海里的领海范围之内 第二次是在5月19日 一艘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呢 他就驶入了中国在南海全城擁有主权的黄岩岛的12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之内 第三次呢是在5月22日 就有两艘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呢已经是今年第五次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所以呢就在这个5月3日到23日至20天之内 美国军舰三次啊就进入中国的敏感地区 这毫无疑问 就是美国要提高和加强对北京军事方面的压力 对于美国军舰频繁的现在闯入南海的岛礁啊 北京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做一个特别强硬的发言 不过呢作为这个所谓打手的环球时报 他就放狠话 说是美舰如果你再继续挑衅的话 我舰奉命撞击你舰这一幕呢 或在南海上 所以我舰奉命撞击你舰这一幕啊 他指的就是在1988年 当时候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一艘这个导弹巡洋舰啊 就在苏联这个近海通过时候呢 就遭遇了一艘这个苏联军舰的碰撞 当时苏联军舰在碰撞美国军舰之前 他就向美国军舰喊话 说我舰奉命撞击你舰 环球时报放这个狠话 显然叫做虚张声势嘛 因为解放军的军舰 你真要想撞就碰撞美国军舰的话 你就不应该事先告诉对方 你要对方有了防备 你碰撞就麻烦了 因为美国就会调来一艘特别这个装甲 特别厚实特别结实的军舰来跟你碰撞 那这样呢 中国军舰你就要吃大亏了嘛 如果两舰相碰撞 美国军舰没有怎么样 中国军舰你却给撞坏了 给撞成了 那不是你反而叫做自取其辱吗 所以呢你要跟美国军舰去碰撞啊 绝不是什么高明的主意 弄不好就是自取其辱啊 那么自从谷歌发出了要和华为停止商业往来之后呢 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因为对于海外的顾客来说 他们已经习惯用谷歌的系统了嘛 你没有谷歌服务的手机 他们那些海外的顾客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呢 只要华为手机上你少了谷歌服务 在海外市场基本就不会有人买华为手机了 其实现在手机品牌很多嘛 人们很容易改用其他品牌的手机来代替华为手机 不是非要买这个华为手机不可 因为华为手机也没有什么一家独霸的特别 只有他有的这个特殊功能嘛 那么华为公司现在的海外业务 他占整个华为的业务的50%以上啊 所以如果失去海外市场的话 对于华为来说 无疑就要一个灭顶之灾的 那对于这样的坏消息呢 北京的宣传呢 向来叫做坏事变好事 他就说啊 美国生产芯片的公司 你要失去的华为公司这个芯片的订单 他的损失就会如何如何大 这种说法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好 你们也不会好 就是这种很嘴硬的说法了 其实呢 美国生产芯片的公司 你要失去的华为的订单 影响并不大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世界手机的市场是固定的 如果你华为手机停止出货了 那么小米啊 其他手机厂商就会增加出货 他们就会补上华为这个缺口 假如说华为减少生产1000万部手机 那小米他就会增加生产1000万部手机 那么小米就增加1000万部手机 他用的芯片还是要向美国买嘛 所以对于美国公司来说 你华为减少了1000万个芯片的订单 那小米他就要增加1000万个芯片的订单 最后他们的订单数还是一样 也不受什么损失 中美关系恶化到现在这个程度 也是大大出乎习近平的意料之外了 因为当时习近平没有料到川普总统管理会这么强烈 出手会这么狠 这样一来呢 习近平自己反而没有退路了 不过呢 习近平一时他还拉不下脸啊 向川普来个服软求饶 所以呢 他就通过海外的媒体啊 要向川普喊话 就希望川普能够放他一马 比如说英国金融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中美贸易战不要把对方逼入墙角 这篇文章所谓说不要把对方逼入墙角啊 就是意思就是说 对川普喊话了 希望川普不要把习近平逼到墙角去 其实川普一直就没有想把习近平逼到墙角啊 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多次讲过 川普是给了习近平四次机会 想要放过他的 可是呢 习近平都没有接受这个机会 所以现在川普他才发现啊 你只有把习近平逼到墙角 你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要不把习近平逼到墙角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呢 这篇文章啊 他还要威胁这个川普说 你要把习近平逼急了 他来一场新的抗美援朝 看你怕不怕 这种所谓军事威胁 川普还真的是不怕 因为北京军事实力比美国差多了 目前北京根本不可能对美国发起什么战争 习近平啊 他要试图通过一些和北京友好的国际组织 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就向美国喊话 以及向美国施加什么压力 那现在现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 拉加德呢 他和北京的关系特别铁啊 每次习近平召开什么国际会议 他都要到北京去捧场 那今年4月在北京召开这个一带一路峰会 拉加德他照例也是不会缺席的 他去给习近平捧场 所以呢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当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啊就发表一些对中国有利 对美国不利的所谓研究报告 那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又公布了一项所谓研究报告 他声称啊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啊 几乎全部是由美国进口公司承担的 这个说法明显就是要反驳川普总统的说法 因为川普总统说 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厂家承担的 只有少部分是由美国进口商承担的 川普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他自己杜撰的 他是根据英国的经济学生杂志的研究报告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研究报告 他凭什么说这些关税全部是由美国进口商承担的呢 他们的这个证据啊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跨境价格几乎没有变化 如果你用中国商品跨境价格没有变化来推定说是美国进口商承担的全部的关税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弱智的说法 那不应该是属于那些搞经济的专家得出这么一个研究成果 他应该说是一个故意要黑川普的政治的成果 那对于经济界的人士他都知道 中国商品你的这个进口的跨境价格不能随便改变 比如说你本来一双鞋买100美元 现在美国加征了25%的关税之后 我们马上就把这个鞋价格降价为75美元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太明显叫做降价倾销啊 他是要受到美国这个倾销的强力制裁 因为美国特别不能容忍这种叫做降价倾销啊 如果你要是搞这个降价倾销 就要对你征收100%以上的超高关税啊 所以呢中国厂商肯定是不敢玩这个明显 就要搞降价倾销这么一种玩 所以呢美国加征这个25%的关税之后呢 中国厂商他表面上他的进口商品的价格 这个跨境价格是不会有变化的 还是一样的 所以呢对于这些美国是进口商啊 中国厂商是通过其他的一个间接的方式 来支付这个美国进口商这个25%的关税 比如啊中国厂商你通过什么宣传费啊 促销费啊咨询费啊 保管费等等这些明目的这些所谓的间接的方式啊 就把这个25%的关税啊就支付给美国的进口商 因为这个25%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关税了 如果美国进口商你要承担这个25%的关税 他们就要把商品的价格加价25% 他才能保证不亏损 可是从中国进口这些商品啊 基本上都是竞争性非常强的 所谓低科技的商品 这些低科技的商品 你要涨价25% 马上就没人买了 所以呢如果中国厂商 你要不替美国这些厂商支付关税 那美国厂商就会停止进口中国的这些商品 他就会因为要避免 如果我进口的商品 那我卖了出去 那我就要出现巨额的亏损嘛 所以他就不会进口你商品 那如果美国厂商 他的进口商啊 他停止进口中国商品 那就会出现中国对美国这个出口大幅度减少萎缩这么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数据啊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出现很大幅度的减少萎缩 这个也就证明了 这是中国的厂商替美国的进口商支付的关税 因为美国进口商 他并不是国有企业 都是私营企业 他没有国家补贴 他绝对不会做什么亏本买卖 可是中国的厂商 他这个是可以由北京政府来 就是说来给他们补他补贴 所以中国厂商是不怕降价的 他可以降价来向美国继续出口商品 那所以说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报告啊 完全就是一个想反川普 黑川普的一个政治报告 他就是要抹黑这个川普嘛 然而呢 很多中国人一看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 好像高大上的这个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 就以为是一个客观公正 其实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啊 因为这些年以来 北京是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要打入这个国际组织啊 他已经掌控了一些国际组织 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那就是被北京掌控的一个国际这个组织嘛 现在呢 世界卫生组织是连续三年就拒绝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那2019年当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大会上啊 美国代表就发言是支持台湾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而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等23个国家 也表示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但是呢 清北京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首脑机构 他仍然拒绝了台湾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这么一个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美国这个参议院前天就是5月22日 他就通过了一项法案 就要求美国国务卿啊 要研究一个策略 就要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这个观察员的身份 这样呢 台湾外交部啊 也就发一个声明 是对美国参议院表示一个最诚挚的感谢 那么这一次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呢 要求美国政府要帮助台湾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 这必然就会跟北京发生冲突啊 不过这件事情会不会引起美国要打台湾牌呢 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还要观察 可以说自从5月3日习近平毁约之后呢 那川普对习近平可以说是重拳猛打 不仅是经济牌 还有政治牌 军事牌 科技牌 一拳一拳 他是不停的砸过来啊 明明白白就是要把习近平逼到墙角去 今天的川普他宣布要向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援助 就要补偿啊 他们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受到的伤害 这个就是川普啊 新的就是把习近平逼到墙角的又是一步棋 过去啊 川普一直是没有向美国农民提供补偿啊 就是因为川普他期待如果和习近平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之后 那中国就会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吧 那美国政府就不需要向美国农民提供什么补偿了 那么这一次川普就向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补偿 这就意味着川普啊 他就不再期待跟习近平达成什么贸易协议了 他也就不再期待中国会大量购买美国的这个农产品 就其实川普就是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表示 他已经放弃了跟习近平通过这个所谓的好说好商量 这个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么一个想法 川普现在就拿定了主意 只有用这个强大的实力把习近平逼到墙角才能逼习近平投降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